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长乾坤 回事烟子无人闻 一阵黄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火梭 还是脸 是笑わ 是笑わ 小人 月滴吹来 寻找我 小人 是笑わ 恶心 大人 至今也没有把仇给爆了 连做点像样的事情都没有 我在想啊 如果有一天我真把这个仇给爆了 难道眼前的这一切烦恼就都会没了吗 秋月啊 近来靳飞哥哥他对你好吗 靳飞哥哥对我挺好的 也挺照顾我 哎呀靳飞这孩子啊人是不错可就是 他一点不懂得儿女之情 吴叔叔 最近有没有高家兄弟的情况 哦 我刚得到消息 高云飞确实去了云南 高云海他一个人住在老宅 这个高云飞这么频繁的去往云南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嗯 如果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话 那我亲自跑一趟云南 不用 我看还是做官其辩吧 好 秋月啊 最近 我常常会想起 你和靳飞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情景 靳飞这孩子尽管人不错 但是毛病也不少啊 我倒是真希望你们能像从前那样 吴叔叔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可是我爹现在尸骨未寒 谈这些事情恐怕有些不妥吧 哦 是是是 是不妥的 我也常常责备自己啊 靳飞这孩子不争气 如果当时他要是早一点赶到的话 你爹他也不会 嗯 靳飞 史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送给你 谢谢啊 那个 我 我来会不会太唐突了 不会 喂 我们进去聊聊吧 好 来 请坐吧 好 谢谢啊 诶 沈小姐 你就一直住宿舍吗 军营就是我的家 在哪个部门啊 哪个部门就是我的宿舍我的家了 那你家人现在还在上海吗 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对不起啊 没事 那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找一个合适的人成家呢 成家 当然考虑过 不过合不合适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那你就没有尝试一下啊 嗯 嗯 其实你比我幸福 你可以自己选择 而我 我爹 却老是让我和秋燕 你跟秋燕不是青梅竹马的吗 是青梅竹马 可我当她是我妹妹呀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要赶紧跟你父亲说呀 我说了很多次了 可有用吗 我爹 根本不会让我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那就是说 你已经有心上人了 是谁啊 你 你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就被你的英姿所吸引了 作为军人 我希望我的妻子 一定要有军人的霸气 胡闹 真是胡闹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最近靳飞老是来找我 今天又突然说出了他的意图 我真的觉得很为难很意外 沈小姐 这小子太自不量力了 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不不不 吴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呢 我对靳飞不是那种感觉 吴先生最近在忙些什么 没忙 没忙什么 这个千云磁庄呢 我已经退出了 由罗小姐全面接班 老了 我也该退出江湖了 告老还乡了 您这是什么话呀 以您的才干 秋燕怎么会让您告老还乡呢 老了 要是赖着不走 时间长了 也要讨人闲的嘛 您算老吗 要我说呀 您现在就是年富力强 再说 以您的精力和您的智慧 这正是现在清云所缺少的 如果换作我是秋燕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放您走的 谢谢你沈小姐 吴先生很多有见地的话 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而且说句实话 我一直把您当作良师义友 既然如此 沈小姐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对我的称呼啊 那我叫您什么呢 你可以直呼其名 或者叫我月白 好啊 月白胸 太太 体质太差 以后要注意保养 太太 现在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戒毒药 效果还不错 不过反应很大 太太要不要试一试 是 不过老实说 以太太现在的体质 真的是很冒险 不如等少爷 我说过了 是 好 下次来我一定带来 另外 太太很久没有做催眠治疗了 那 不要 最近太太是不是思路比较清晰 头痛也少了 你们老板最近还是没消息吗 最近还是没消息吗 我不要听 不用你负 不用你负 安安 你一直跟着我 我对你好吗 那 应该什么都告诉我 不会隐瞒对吗 那个童医生 经常问起老爷的动向吗 从种种迹象来看 我怀疑肖子云的病已经痊愈了 哦 如果是这样了 那对我们来说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它 去钳制住高云飞和向建峰 嗯 我明白了 如果有高云飞的动向 我会及时来通报您呢 嗯 不过童医生 你的注意力 还得放在肖子云身上 她已经痊愈了 你就不能在她面前 刻意地去打听高云飞的事 否则 会引起她的怀疑的 我知道了 那我先告辞了 好 看来他们在云南一路畅通了 以你弟弟一个人的力量 他早就该成为滇军刀下的肉将了 可是 你弟弟和小茶壶去了云南 居然能够化险为夷 你想过没有 这正是小茶壶的可怕之处 那就做了他 你杀他那么容易吗 嗯 就凭你的脑袋能办到吗 你呀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我一再跟你说 要抓紧时间找到机遇就下手 不然 世界上是买不到后悔药的 老爷 昌战行的陈老板来了 好 你先闭下 老爷 嗯 陈老板 你有什么急事来找我呀 武先生请 你可知道高云飞的下落啊 高云飞 我不大确定 我好像听说他去了云南哪 跟那个方世焕有关系 还是方世焕的儿子陪着去的 这高云飞 这高云飞和方世焕偷偷摸摸在干什么 我给他去了好几封信了 他就是没有回音 跟方世焕打听嘛 他又讳莫如深 我看着其中一定有鬼 我看着其中一定有鬼 陈老板 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你像现在这么焦虑 我能不急吗 商团内忧外患正是用人的时候啊 哦 有什么麻烦啊 情况紧急 我今天就跟你摊牌吧 现在商团的地位是岌岌可危啊 军政府呢很有可能要改组商团 不仅如此 各路军阀和驻地的商团矛盾也频频发生 你看 就在商团比较薄弱的盛德和九江 最近出了几件让人心烦的事啊 那不是滇军管辖的范围吗 是啊 我正苦于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和滇军说和呀 陈老板 那我倒可以想想办法 哦 我有一个朋友 他和滇军的第二军范军长的手下 第二师的廖师长关系密集 不妨我们可以从中卧选一下 哎呀 这范部不就是住在广州城里的滇军吗 有这么好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哈哈哈哈哈哈 陈老板 你不是老想的高云飞吗 哎呀 哎呀 吴先生啊 谢谢你的指点啊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奇迹 真的是奇迹 太太最近饭量大增 照这样下去 一定会痊愈的 再来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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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能走路了 我回来了 我从云南回来了姐 你们回来了 天气真好啊 是 天真的很好 高云飞她没回来 她直接去找高云海了 有钱了 发财了 云飞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不 姐 是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你要坚持住 你会好起来的 嗯 天热了 我要看荷花 我要看鱼 好 你要看什么 我都带你去看 好吗姐 我都会得一起看的 我都会得一起看的 我要看荷花 我要看鱼 嗯 大哥 这些金子不是给你看的 是分给你的 以后你可得放心了 所有分给你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少 哈哈哈 好了 金子你收着 跟我的后面去烧炷香 父亲大人在上 小儿高云飞现在已经站在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之上 这笔巨大的财富可以抵得上十个玉兰堂 我恳请父亲的在天之灵 保佑我一帆风顺的得到这些财富 如果有人出来家与祖拦 我一定会一脚把他踢开 我一定会一脚把他踢开 老爷 这是陈老板刚刚送来的 这是孝和的信 这 大哥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陈家现在势力虽大 但最多是向良向语 而我就是刘邦 他们并不具备当霸主的素质 这点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大哥 我知道你是一个实实物的人 过去我和你有什么积怨 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但是现在是我用人之计 用你一个我还不够 我还需要用人 你是说小茶壶 小茶壶 小茶壶 这个人可以用 但要看怎么用 我今天说的 还不是这个人 叶白兄 李上往来 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我行程匆忙 刚练出第一批 就回到广州了 以后这种货还会源源不断 厉害呀 你就这么轻易的得手了 也没你说的那么轻松 其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只是有惊无险 郭老板 我听说你是单枪匹马去的云南 怎么就那么顺利的全身而退了 哈哈哈哈 岳白兄 我认为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至少要具备两个素质 一是要胆子大 二是要会用人 我恰恰认为 岳白兄正好具备这两点素质 听说岳白兄父子 背着罗小姐已经练出一支精干的商团了 哈哈哈哈 岳白兄的能力在广州城尽人皆知啊 我认为你既然有油龙之质 又何必要受制于一个乳秀未干的臭丫头 哈哈 高老板 罗家和高家以前是仇家 而你我是素质 可你却能洞察出我吴某人的心事 我真是钦佩有加呀 哈哈哈哈 叶白兄 成大事者何必被名声所累呢 难道你不知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道理吗 如果你要是拿下了广州城 你还会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吗 我高云飞也算是阅人无数了 今天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 只有你在整个广州城曾经是我最大的对手 也只有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掩齐息鼓 一起协作拿下广州城呢 哈哈哈哈 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啊 岳白兄虽然长我几岁 对 但是我高云飞可以发誓 我绝对是你值得扶持的那个人 而且我现在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 哼哼 我看未必啊 高老板 你别忘了那个方氏换方氏长 凭你的能力 你能控制他的儿子方子惠 但据我所知 方子惠的能力 未必能够去说服他的父亲方氏换 这谈何容易啊 哈哈哈哈 好 知我者岳白兄也 那么我就要请问岳白兄了 你对这件事情有何高见呢 哎呀高大少爷 久等久等啊 哎哟吴先生 你上哪儿去了 把我急死了 急什么嘛 来请坐请坐 吴先生高云飞回来了 简直是满载而归啊 那是好事嘛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哎呀好什么呀 你知道他跟我说些什么 他的野心大过称孝和了 我们高家马上要遭灭顶之灾了 你呀 高云飞如果当了总统 那你不成了总统的大哥了吗 如果他要当了皇帝 那你就是皇亲国戚啊 要换了我啊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哎 那他要挨枪子 我还要陪着蹲大狱呢 哎哟 你说这小子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捞了点金子嘛 哎他居然还邀请你跟你们家大小姐 明天去高府 说是要摆宴商讨事宜 哦 哼 高大少爷 那往后我的一切事 还得多多养正你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吴先生 瞧您说的 哈哈哈哈 吴先生 只要我高云海当驾 清云和玉兰合二为一 二掌柜交易一定是您的 好 那我先走一步 哦 无送无送 哟 吴公子 忙啊 您忙 您忙 这 这高云海这段时间来得还挺勤呢 来 我是想收买他做下一颗棋子 哼 说来也怪 这高玉福两个儿子 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 爹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想到 清妃啊 以后你手下的人 别去惹高云飞 如果他们遇到什么麻烦 你能帮就帮 爹 这是为什么 你记住就行了 别问那么多 你来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商团的事 爹 这商团的开销实在太大了 我把我薪水垫进去都还不够啊 再这么下去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输到钱就走了 景飞啊 来 这个给你 景飞 这个够吧 我一直跟你说 叫你什么事也没管 只要把商团给我训练好 随时拉出去派用场 你来干嘛 明天云飞在家里请客吃饭 她请你 我来送秦姐 云飞 叫得好亲热呀 你忘了你的沙母之虫吗 是啊 我小茶壶是剑骨头 冲军胚 过去的事情 我已经忘了 现在是谁给我钱 我就听谁的 你忘记对我的承诺了吗 承诺 什么承诺 我只承诺过你 告诉你一些情报 我还帮助你拿到了军火 我已经不欠你连请了 懂不懂 你要多少钱 我通通都给你 晚了 现在我和高云飞是合作伙伴 玉兰堂有我的股份 甚至于开采的金矿 我也是大股龙之一 清云对我来说太小 不值一提 我看不上 好 你行 把你的东西都给我带走 我告诉你 向剑锋 以后我们罗家 所有的地方 都不许你踏足 你不是要还我东西吗 这东西被拆开过 你难不成想讹诈我 说里面是金子 里面不只是金子 是金矿 怪我的高云飞 他现在会 这里面的东西被调包了 我真的没有打开过他 看来是叔叔 一定是他 你说什么 这东西我月白动过 你知不知道这是宝贝啊 怎么能给他呢 秋叶 听我的话 赶紧离开这里 马上回南洋去 这里很危险 还有 地方五月白 知不知道 什么意思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好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 你赶紧离开吧 我也得走了 保重 你们的回忍 我去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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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市长 请帖 是一篮瓷庄高老板的 请你明天到他府上去吃午饭 紫云 你不带这些花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你得答应我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要一个人到水上去 水上有荷花 如果你想看荷花 我就把荷花都摘下来 放在你的卧室让你慢慢看 那他就死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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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好点 我要鱼 我要看鱼 我要鱼 你别着急 我帮你弄 你要什么鱼我都给你 好不好 我们到屋里去休息好不好 我有鱼了 我可以看鱼了 安安 来 扶好 鱼 好 换你 你 我姐身体恢复得不错 相信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是啊 我也在等待这个奇迹 不是奇迹 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好转的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放心吧 昌战行 罗甲 军营 余小姐 还有那个香港来的华人买办 该发的帖子我都发了 好 明天我们在高架祠堂大摆宴席 让那些做着权贵梦的达官贵人们 都拜倒在我商团的脚下 陈老板 怎么 还有脸见我 真是不好意思 云飞走的时候实在是太匆忙 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不过没关系陈老板 我可是给您带来了一份重大的惊喜 一会儿我告诉你 先里面请 来 行行行 谁 又有人来了 高老板 今天唱的是什么戏 摆的是什么局 我可是听说高老板陪着余小姐唱游昆明 刚唱完游龙戏风 今天不会来一出红文宴吧 当然不会了 我们今天摆的是全套的红宗猎马 最后一辙一定是大灯殿 来 里面请 请 方市长好久不见 今天怎么不见你那个杂牌商团军呢 我这么多的兄弟可不是来这儿拆墙玩的 当然不是拆墙了 是来马长城的 也就是打牌 如果方市长对打牌不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叫上西关的来唱小曲 我知道你喜欢嫩的 对不对 老子是喜欢嫩的 不过今天你少跟我废话 我现在就让你们把采矿的事 跟我说清楚 否则的话 我这些弟兄 现在就让你们腾腾污 别着急 别着急 先吃完饭再说嘛 老子天生就是性子急 脾气急没关系方市长 我觉得有样东西可以让您好好消消气 这是你们半军长的首令 希望你呢 调军前往 因为久将吃紧 如果让他知道了 你到他好朋友府上 带了这么多人闹事 再加上你四彩金矿 他会怎么想 咱们走 方市长 方市长竟然来了 还是客人呢 如果你要是走了 那岂不是高云飞不懂得待客之道呢 再说了 如果你要是走了 范军长又来个首预给你 我还怎么找你啊 不要生气 来 上座 咱们有事慢慢谈 请方公子 来来来请 请吧 周爷 来 里边请 �it 你 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不好意思那人腿脚不便所以晚来一步 多谢各位在这里给云飞薄面 在我们高架祠堂一聚 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 大家都很忙 大家当然都很忙 但是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来了 我还是要表示一下感谢 而且我下面说的事可能让大家会觉得更忙一些 方市长 众所周知 你在广州城内做一些私下的买卖 而且我跟令公子也谈了好几次了 他也表示同意 以后你那些买卖都和我们玉兰堂合作 而且只和我们玉兰堂合作 如果方市长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 那我就请范君长出来主持公道 但我相信方市长一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迈克先生可能已经听到了吧 以后方市长和你所有的生意都得跟我谈 而且我们现在还急需一批枪支 也只有你能办这个事 高老板 我知道你今天是有备而来 而且很高兴你能够清醒的意识到 枪支交易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 主动权在谁的手里 那可不一定 你有交易的资本 我们有分销的市场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主动权应该是在玉兰堂手里吧 而且在整个广州城 如果你要是不和玉兰堂做生意 那我相信一家商铺都不会和你做生意 那好 先不问别的买家 我想先问问余小姐 你跟高老板去了一趟云南 难道就把你舅舅交给你的使命全都忘了吗 余小姐根本没有忘记他的使命 只不过余小姐知道 现在的整个广州城 我们玉兰堂的竞争资本到底有多大 小招呼 快点 少爷 这里面究竟藏了什么东西 这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这里是所有人都不能抗拒的东西 打开 各位 我高云飞代表玉兰堂 向大家正式宣布 从今天起 我们响应陈老板 陈会长的号召 正式开始组建 武装商团 吴先生 罗小姐 今天我请二位来 不是为了宣战 也不是为了示威 是让你们知道 我高云飞在想什么 我现在是一门心思的要组建武装商团 我希望你们二位怀着广阔的胸怀 忘记我们过去的一切不愉快 如果是这样 我愿意让出广州市面上市场的一半和你们分享 如果你们要是坚持到底的话 那后果我就不想说了 玉兰瓷庄果然家大业大 口气也大 高老板的气派我已经见识过了 可是 我不会白白受人之恩 也不会受人威胁 谁会走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咱们走 不送 罗小姐 今天照顾不周 你 又走了 难道我要留在这儿 看你跟高云飞同流合污吗 方市长 敬你一杯 方市长马上就要调往九江了 九江这个地方可是是非之地呀 是啊 拜你们商团所赐 话可不能这么说 方市长如果您想早点从九江调房回来 我高云飞不一定帮不了这个忙 因为我们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不对吗 迈克 我们那单生意你是想明白了没有 要不要方市长帮你下个决心呢 生意当然是要做的 不过呢 第一 于小姐的舅舅出价也不低 这个咱们是讲究盈利的 第二呢 高老板雄心这么大 我想 我有一些对广州局势很感兴趣的朋友 不知道能不能拜会一下高老板 还有陈老板 甚至能不能引荐陈会长 大家一起谈谈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恐怕就要陈孝和陈老板来说句话了 好 一言为定 好 各位高某不才不懂的人情世故 你来往往之中必有冒犯 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道个歉 我向大家保证 从今天起 我高某要全力发展武装商团的事业 还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心同德 请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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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好 好 作曲 李宗盛 那一年淡了乡愁 参不透今生的邂逅 要说总总愈愈欢休 那一杯渊源轻愁 那一杯煽巴甘酒 但如今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都苦谁难受 仿佛下的海棠依旧 到无尽的疏远轻愁 要说从头 苦谁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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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